洛夜 这是不是你最爱的女人 我亲自导演了她的死吧 完美掉落将军毫无恨计刺 买了一宝 你怎么回事 我曾经都让不来 放松 陆总 你没事吧 给你一个线索 刚刚那女人去了哪儿 可能是她留下的 我谢你二十四小时之内把她找到 陆总 这 你现在只有二十三小时 我是九飞车 快去 保护陆总 我们的游戏开始了 陆先生 别跑 站住 拦住他 开跑 你们想干嘛 欠了我们这么多钱 你说我们想干嘛 我说过了 一个月就把钱还给你们 你觉得我们还会相信你吗 求求你们了 打扰一下 你是 上次你 你谁啊 转什么转啊 我最讨厌在我说话的时候 别人打扰我 看样子你是不记得我了 你是 上次在订梯里那个 不记得我也没关系 我想办法让你记下来 这位先生 你救了我 我很感激 咱俩扯平了 我先走了 我替你还了债 怎么不这样 所以 我现在是你的债主 明天来我公司上班 辛苦了 这是你们的报酬 也会有花还找我啊 哎 走了走了 他当真是在国外长大的 确实国外长大的 和队伍 他还是一只 可真是有点像 帮我去调查一下 是 路总 好 云霞 这个名字我喜欢 就是这个照片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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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加千金白瑞珍 在江边遭遇车祸 坠江身亡 目前尚未找到尸体 最新情况 本台将持续为您报道 小姐 小姐 我这是在哪儿 您经历了严重的脑震荡 您的预寒 您怎么啊 糟了 今天还得去办理新入职呢 新入职的林佳洛和州州立大学 你是几几届的呀 一八届经济管理系毕业的 哎呀那我们是一届的呀 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没见过呀 可能是因为 我那时候啊长得太胖了 可能你没认出来 我们系上啊人太多 可是那年我那时在西班工作的 确没见过你 哎就因为胖嘛 就不愿意出门 是呀 嗯 可是 你的那个椅子是不是不太舒服呀 这种靠电不好用 你应该买一个人体工学座椅 也确想买 可是有点贵 现在正好是天猫双十一 应该都有打折的 我给你看看 哎你看这个 只要半价 竟然还有全超卖两百减三十 超划算 我也看看 还有我喜欢的包包也在打折 还有卷发棒潮牌 我老想了 这些平时买呀可都太贵了 这次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呀 哎你帮我看看 这个包包是买灰色的好 还是粉色的好 我觉得灰色的比较耐脏 你觉得呢 依我看呀你更适合粉粉的颜色 反正你这包呀也不会背一辈子的 干嘛要管它耐不耐脏 说的也是 我的确更喜欢粉色 那就它了 赶紧交个定金 马上准备开墙了 那个 我的入职手续办好了吗 好了好了 那我先走了 下次来跟点星星的 林建洛是吧 路子发布会现场出事了 赶紧过来帮忙 好戏才刚刚开始 发布会的一切都这么就绪了 抵抗无良企业 产品自然毫无交代 经过总公司上次事件的群民调查 与本公司的产品设计和质量毫无关系 隐瞒事实 不是陆总您一向的风格吗 你不是也隐瞒了白日真是你前女友的事实吗 白日真难道就是白氏集团的千金 不就是前几年出生后意外生亡的那位吗 白小姐的事你闭口不谈 连葬礼都不参加 难道她是你杀的吗 我告诉你 成年人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心虚吗 白小姐死的时候死相难看 白裙子可都染红了呢 赶紧参加新品发布会 此事不予知名 难道当年白月真的死证跟陆总有关 随真是我 重要的人 我真的不希望 放松 我来 逝者已逝 今天是新品发布会的日子 我想大家不应该提及评论其他事情 有关新品的问题 欢迎大家稍后再发布会上题 第一时入场就做吧 离离 女人 月琛 薄阵穿这条裙子 你弄疼过了 你是想起了她 对不起 我混花 那白瑞珍出世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那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用知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不是有我 我知道我难以阻挡 陆毅人设崩塌 前脚设立专情人设 后脚就带秘书回家 当秘书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 与他无关 这是我的意思 荒唐 老师 你真不是已经死了吗 董事长 他是林家洛 陆总有新听的秘书 死了个白瑞珍 又来了个林家洛 你知不知道 你给陆师带来了多大损失 最终的身份 死的身份 果然成不了今后 那现在您可以按照当年 我接手时的市值 赎回啊 闭嘴 一个孽障 竟然还敢顶嘴 打扰一下 据我所知 陆师在陆总回来之前 你已经自身难保 这个时候才让陆总回来接班 这是何居心的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陆董事长 您比我更清楚吧 陆总回来接班 做得好了 他就是你们的一个棋子 做得不好呢 他就是你们的屁最刚养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你个野丫头 也敢来点评我们陆家的事儿 好 是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出去 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会走 这招真是一事安人 既挑补了陆毅和家人的关系 又能让陆毅 被我对她的维护感动 看来复出计划不远了 时刻也不早了 二位 请回吧 你想过没 你被拍会是谁报得了 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 我劝你小心为啥 我自有判断 好好安排林家洛做我的助理 陆总 您的助理向来都是要通过 三个月的考察期的 当我说的做 蜡子 不要可救的东西 陆总 为什么不回家 时间不早了 我还有等车回去呢 对了 刚刚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一时忌妒 等车还是等我 上车 对不起啊 我以为 不用道歉 你没做错了 还有 以后只能在我面前的脸后 听见没有 格恩 我们去哪里啊 跟我回家 去他家 他想干嘛啊 算了 我用火血烟的胡子 我不想在这儿 我不想在这儿 啊 这里面 还有一个方向 阳光慈善激辛的工作状 喂 你在干什么 我有 说 我在找药喝 究竟有什么目的 刚外面打雷 我把黑塞住脚灯 不小心滑到了洛杉的脚 我看看 不用了 我看看 不用了 等一下开董事会 两点有公安部门的会议 三年要见产品部 哦对了 周总你要见了 林佳洛呢 哦 那个 林小姐 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看你着不着急 陆总 你去哪儿 董事会都等着呢 全部推定 有没有觉得 陆总对这个林佳洛 很不一般啊 还不是因为她长得像白瑞珍 等等 不能让陆总再这么下去了 又要不辞而别 生气了 生气 我有权利生气吗 我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那应该是怎么样了 你在心里住着别的女人 那个房间是你前一女友的房间 所以你才那么生气 吃醋了 还轮不到我吃醋 真是个难搞的女人 你就是我 美丽的女人 你就是我 美丽的女人 你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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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既然都没有这个 基金会的消息 到哪里才能查到历史资料 你在干什么 哦 我想着把陆总亲戚的工作文件 都归下来 不用了 陆总东西不要随便翻 嗯 好的 好 嗯 好 是啊 保险队 林家洛 你得意不要太久了 陆总 我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 林家洛接近 果真居心叵测 我跟你说过 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忘了吗 他出现好 集团J203的出现事故了 进来上 偶然多了 就不是偶然了 你怎么才来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可以行动了吗 确认过了 公司已经没有人了 快走 现在你还想起 这是偶然吗 跟上去 林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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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藏得这么深 为什么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不是我 告诉我为什么 林家洛 你弄同我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女人 林小姐请 好 祝你生日快乐 快点许愿吧 拿着吧 好想能看到 你是时候该下线 陆总 我觉得肯定有什么误会 从明天开始 你手上所有东西 以后 阿洛来对接 这不合适吧 再说林家洁也 滚 对不起阿洛 弄疼你了 以前是我不好 我不该 是 我们是家 我去结束 好想能看到 你嘴角微笑 阳光慈善基金项目负责人是许多 这个许多不是谁 人们总适合时间在比赛 怎么突然想着可慈善晚会 最新因为我 负面影响太大了 我想着借词 可以改变一下公司形象 工作再重要 也别忘了休息 毕竟你自己做习不太规律 嗯 那是谁的错 今晚看你表现 然后明天可以考虑让你睡个好觉 嗯 好了别平了 回去工作 这个阳光慈善 慈善基金会的徐冬肯定有问题 陆总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阳光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徐总 也是本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嗯 啊 乔总帮我应付一下 陆瑞珍你不是 徐总母是林佳洛 林佳洛 我们去那边喝一杯 嗯 我来找您 是想与您聊聊负责的阳光慈善基金版块业务 今日我们就不聊工作 不如我们来聊一聊 温化学 既然如此 你改日下雨了 嗯 干什么 我可比陆毅 得得连香西域 放开我 别着急走嘛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的可以比路易还多 你敢打我 你装是什么装意 都被路易睡过了 还以为自己有多高 给你 给你三秒 滚 阿乐 以后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这个女人来问我基金会的事 显然是知道了什么 给我盯紧点 上 林家洛 不要以为有路易这个活身符 我就不敢动你 呦 今天您可威风呀 少跟我废话 最近 逼人怎么样 逼人已经能和他一伙的 呦 今天 您可威风呀 少跟我废话 最近 逼人怎么样 逼人已经和他一伙的 是 快给我追 快给我追 别动 警察 陆总 你没事吧 你手上拿着什么 病病 你快去救阿乐 陆总 你怎么还在这口罩 他知道了会更危险 把夫人送回家 所以昨天 我究竟是被谁救下来的 昨天有人看到你在街边 就用你的手机 打了我的电话 那我出事那天晚上 您在干什么 在应酬 陆总 您来是因为林家洛的事 看来 您对他是动了真格啊 我和林家洛 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 不必在意 不能让阿乐被牵连进来 那是什么事 竟劳烦陆总亲自造访 说 当年 瑞震遇害 究竟谁是幕后指使者 我还要和您做生意 为什么要去杀您前女友呢 说 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听懂了吗 陆总 我拿了您的钱 却给不到您想要的东西 这生意也没法做是不是 陆毅 假如有一天 我得罪你了 怎么办 不会有那么一天 我是说 假如 放心吧 你要带我去哪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去江边 先下去吧 这是任真出事的地方 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这是任真出事的地方 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的腿怎么了 难道那天救我的人是如意 怎么了 他和徐东不是一伙的吗 我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为什么不问我发生了什么 你不说自然是有你的原因 我 你个真相 这一刻 我突然不想那么快知道 喂 不好的陆总 没听清除此晚 此事我会对 新闻发布婚 事已至此只能这样了 无非是澄清 你是陆总的助理 我知道了 万千苏 诶 陆毅出现了 快快快快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主要是为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酒店被偷拍 蜜辉佳人事件 在此我做出回应 照片上的这位女士 正是我身边的这位小姐 第二件事情 慈善晚会上站在我身边的女士 还是我身边的这位小姐 关于您身边这位女士的身份 陆总是否可以给个准确答案 她是我的助理林家洛 看来网上传闻没有错啊 果然是她助理 也是我的未婚妻 你疯了吧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将宣布我跟林家洛小姐的婚约 她也将是我的合法未婚妻 我公司的财产将会分台一半 我不会听错吧 算是王老五六一竟然公开婚约 果然是真爱 那么陆总 请问您准确的婚期定了吗 暂定年底 不过 我还是要经过我未婚妻的同意 怎么跑了 我的未婚妻应该是害羞了吧 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 我将宣布我跟林家洛小姐的婚约 她也将是我的合法未婚妻 我公司的财产将会分台一半 你为什么突然宣布订婚呢 如果余生都要和一个人在一起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为什么一定是我 因为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 阿璐 我可能是喜欢上你了 陆总 你太冲动了 你怎么可以说公母婚约就公母婚约呢 你有想过后果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陆总 你太不理智了 我可能是真的疯了 什么 事情就是这样 坐坐坐坐坐 太胡闹了 公开联情这么大的事 居然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 而且已经宣布了 您你就结婚 我早就说过了 陆毅啊 就是跳白眼狼 简直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我绝对不让阿易 这么轻易地和这个女人在一块 我知道了 就是这个女的 动手吧 小心 陆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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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来 他们却撞到了 我们好像装错人了 你干什么 跟你跑啊 你没事吧 你就这样了 你管我干嘛 陆总 你处事向来周到 怎么会这样 我自有分寸 是因为林家落吗 打雷多久了 今天有雷阵雨 这边小区都停电了 不过您放心 发电机已经在工作了 停电了 刚外面打雷 我怕黑黑四处找到 不小心滑到了 弄伤了脚 陆总 你的伤还没处理完呢 他是发什么神经啊 阿洛 你在里面吗 陆毅 是我 阿洛 你还好吗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一个人害怕 所以就来了 老了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你的伤口还没有处理好 嗯 没事 我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怎么 妈 你说过的 也替我报仇 我有替你报仇 这几个月 你有什么成本啊 你有得到赢了的报应吗 我还没有找到机会 我明明告诉过你 我一直为了你危险 你为什么还是孙子爱上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警告 我没有爱上你 但是 你已经有得到 跟我一样的下场 那就是死 许多你拉我来这儿干嘛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劝你好好考虑订婚的事 不用你操心 你以为他真的是想和你订婚吗 他只不过是 随手施舍你点 虚假的爱情 愚准 你什么意思 他和你订婚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他生性多疑 只是设了一局棋 你只不过是一个棋子罢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和林家洛不过就是逢场做戏罢了 不必在意 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你还记得白瑞珍吗 你跟他扮演的是一样的角色 只不过他运气差 路易 果然是你 现在你可以考虑 去不去订婚宴了 带我回家 死亡原因被判定为自杀 但是舆论普遍认为 与徐东生前有过争吵的路易很有嫌疑 哎哎哎好啊 不用等我先走了啊 死这除万伤 无其他致命的伤 哎 路易你好狠的心 我一定会揭穿你的 现在路易 应该还在电婚宴上 那么 他家里就没人 路易 路易 怎么会这样 我 原来他一直在调查我 我预言过千次百次的水风 那天救我的真的是他 你一直终终站在梦里 我要去找他 怎么不接电话呀 我怎么就把这里忘了 是啊 那你会帮そ 那你只保护你 然后呢 我因为你只保护我 我这边 你只保护我 我刚才是 你只保护我 你只保护我 那我这边 你只保护我 你只保护我 我行